大家好,这是我们神学分水岭课程的第五讲 我希望呢,这一讲能够成为我们的心中的 照亮我们心中的一道光 也成为我们的鼠灵的一个复兴的火焰 现在请我们大家再一次一起翻到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第五十一节 这一节呢,我们之前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都读过 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的经文 这是我们的要解 在这里呢,我们的主在这里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 他就预言了,因为他的施工 因为他的福音将会造成地上的纷争 分别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叫做神学分水岭 神学分水岭 那在这呢,我也想跟大家讲清楚一点 就是作为一个信徒跟随耶稣的人 我并不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主动去找纷争 主动去制造分歧事端 我并不是到各个地方去 然后跟他们去争论 去跟他们制造分歧事端 我们不喜欢分歧事端 分歧很痛苦 分歧带个人痛苦 但是呢,作为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呢 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说将会有分歧 将会有分别在这个世上 所以呢,作为我们人 作为我们是非常非常的 比上帝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人 我们呢,就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知道这个地上会有分别 因为主耶稣而产生的分别 我们的上帝他远超我们 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呢 也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你要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 何等的有限 我们这些有限者 对那无限者 对他的了解和属性 一定也会有不同的见解 直到我们到最后像他一样的那一天 所以当我们面对面 当我们见到他的本体的时候 他的真相的时候 那保罗曾经说过说 那我们现在呢 看主呢,就像是看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还是很模糊的镜子 所以当我们面对面见到他的时候 一切就都清楚了 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的不能看得最清楚最真切 所以呢,对神的认识和看法 就一定会有差别 这个差别呢,就体现在我们的神学上面 在这门课中我们讨论神学分学领 或者叫做我们神学的区别 主要的是来自圣约神学和时代论神学之间的差别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替代神学 讲的就是因为上帝对以色列是如此的不满意 那么他就用信誉的教会来替代了以色列这个民族 用教会来承受神之前的应许 就是上帝对以色列已经完全失望 他已经完全把他给抛弃了 他以后就不会再做任何的重要的事情在以色列身上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替代神学 我个人我要与这种神学呢 用我们这门课的话讲 我要与这门神学要有分别,有分开 那我会来讲解这个替代神学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上帝还会继续来关注以色列 在这门课中呢 我还会跟大家谈到关于方言还有说方言方面的内容 我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还有关于在音乐,在敬拜的音乐上面的我们的立场 我们跟其他人分开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这门课开头的几讲中呢 可能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提到了 这第一个这样一个分开分歧 就是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之间的分歧 除了这两种这个意见之外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种 其实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之久的另外一种新的选择 很好的选择 我认为呢 在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中间 这第三种选择 第三种选择 第三种居间的这种选择这种神学的名字叫做 莫连纳主义 英文叫做Molinism M-O-L-I-N-I-S-M Molinism 它来自于一位神学家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做Louis Molina 有一种说法叫做Molin 可能是法语和英语的名字的不同 我们这门课中称它为Molin Molin这位神学家呢 他就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呢 他就一直在思考思辨 最后呢 他留下了很大很多很丰富的一个神学的遗产 那他的这个遗产 他的这个作品呢 我觉得呢 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基督徒 我们来仔细的来研究和思索 特别是跟其他人他们所主张的 或者是加尔文主义 或者是亚明念主义 他们在主张在讨论这两种神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这种神学 好 今天我们就也完全敞开 毫无保留 我们来完全的仔细研究 这个神学对立之间 他们的区别 我们就先从加尔文主义开始 是加尔文主义的五点要义 我们就来仔细研究一下 这加尔文主义 或者叫五点主张的加尔文主义里面 他所主张的到底是什么 那也许你之前听到过别人说 说那我不是五点 或者是加尔文主义里面的五个主张 我支持的是三要点加尔文主义 或者我是支持四要点的加尔文主义 那以我个人的见解来看呢 你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成为一个三点 或者四点主张的加尔文主义 因为如果你要接受加尔文主义的话 很难就只接受它整个 它所包括的中间只接受它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整体 你一旦接受中间的一条要点呢 很自然的其他的四条要点就会被带出来 好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我在这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下面写的 一句我自己的总结 叫做所有的失去比平衡不平衡的这些侧重点呢 它们都完全的依靠于一个对经文的选择性的使用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所有的不平衡的这些侧重这些强调呢 都是建计于或者是依靠于对一些选择性的 或者说出于方便而选择性的这些经文的使用 同时对一些其他相关经文的忽视 约翰·加尔文这位出生于1509年 而逝世于1564年的这位神学家呢 他的名字被给予了这样一个神学的系统 称为加尔文主义 而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呢 五条信条呢 它们的开头字母也被人抽出来 制作成一个藏头的这样一个字母 称为Tulip 就是郁金香 T-U-L-I-P 这五个字母呢 分别就代表加尔文主义的五条信条五要点 好 现在呢 让我来把下面我们这一小段话也一起读给大家听 随着摄像机镜头的拉近呢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看清楚跟我一起来读 好 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好的五要点加尔文主义者呢 你必须首先要把你的心 还有你的大脑思想 降服于这样一个系统的逻辑之内 就是在一个人他在成为一个好的加尔文五要点 信徒之前 他必须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思想 降服在这样一个他的系统的逻辑之内 加尔文主义呢 他对于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特别的有吸引力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就非常专注于人类的逻辑和人类的智慧 人类的智力上面 他们就认为我们可以搞清楚上帝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可能完全搞清楚关于上帝的方方面面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五要点加尔文主义者呢 你就要把你的心和你的思想献出来 你要把你的心和思想完全降服于这样一个逻辑的系统之下 另一位作家Jared Manley Jared Manley说 如果要维持加尔文主义这个五要点呢 那么这个五个要点 他们的顺序 还有他们各个点都要被严格的来维持来维护 我再重复一遍 如果要使得这一家人文五要点五条信条呢 完全成立呢 这五条信条 他们的顺序 还有每一条信条 他们所讲的内容 都必须要被严格的来维护保持 如果你要是拒绝其中任何一条呢 比方说 第一个是T 那么如果你要拒绝第一条 这个一T开头的这个信条 那其他的各条就不能成立 好 我再重复一遍 Jared Manley说 为了想要让整个五条信条 这样一个系统完全成立呢 你必须接受所有的五条 而且是必须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来完全接受它 拒绝一条呢 整个系统都要被破坏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加尔文这个人 约翰加尔文呢 他在日内瓦服饰 当时 我感谢上帝呢 他当时看到了 罗马天主教会里面的很多的问题 他看到了天主教神学里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从他的服饰中间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但是呢 以我个人所见呢 约翰加尔文就像我在这里 所给的两个小小的短语 他强调了上帝的主权 却把人的责任缩到最小 以我所见呢 加尔文主义是一种失衡的神学主张 约翰加尔文呢 他强调了 特别强调了神的主权 同时呢 他感到他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他弱化了 他使人的责任最小化了 弱化了人的责任 好 让我们现在就看细节 进入这个藏头字 Tulip 玉金箱 TULIP 随着摄像机的下移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边最左边 这五个开头字母大写 并且是字母也字号比较大 TULIP 第一个字母 T代表的是Total inability 那翻译成是叫做 完全的无助 有时候呢 五点加尔文主义的第一点 也会叫做Total deprivity 意思是完全的堕落 这两个词呢 作为第一个信条 这两种翻译方法 或者叫两种说法呢 是他们有时候是互用的 但是于我所见呢 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是不应该来互换使用的 一个应该被称为是第一种的说法 叫做完全的无助 也就是一个人在他得救的 这样一个角色上面 他是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 从他个人这方面来说 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是关于在他得救的这件事情 整个事情 罪得赦免 上面的完全的无能为力 所以他们称之为 完全的无助 或者叫完全的堕落 好 现在我会先到我的圣经里面 读一些经文来说明 或者来证明呢 这些 加文主义者 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完全的无助 这个要点 然后呢 我们会再看一些其他的经文 其他的那些经文看起来 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 好 我们第一处经文 先翻到罗马书的第三章 我鼓励大家 每一次我们一起来上这本课的时候呢 都可以带点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看到在圣经里面 确实是这么说的 而不是我自己说的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处 罗马书三章 我现在翻到了罗马书的第三章 第十节 我们知道作者是士都保罗 那士都保罗呢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律法家 他被训练来成为一个 很伟大 很有名的 对摩西 对犹太律法的一个研究的专家 好 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 作为这样律法的研究的专家的 使徒保罗 他所写的这段经文 我会从罗马书三章十节 读到第十八节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鬼诈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 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那相信五要点的 加尔文主义者呢 他们会引用这段经文 来指出 来说 说你看 人 他是完全的无助 完全的无用 他会来支持他们的 第一点叫做 是完全的无助 或者完全的堕落 人处于完全堕落的状态 他在他自己的 罪得赦免的上面 是完全的 没有任何的角色 所以称之为 完全的无能 或者是完全的堕落 就像他们经常使用的时候 是互相可以互换的 他在他的救恩上面 是完全的 没有任何的角色 没有任何的作用在里面 好 关于这个极端的 加尔文主义者呢 他们还会经常引用 另外一处圣经 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这处圣经是来自于 罗马书的九章 罗马书的九章 我现在会翻到 罗马书的九章 第十五节 好 大家可以稍微花点时间 翻到这个经文的地方 仍然是在同一卷书 罗马书里面 第九章的十五节 大家翻到了 我们就来一起来读 我读给大家听吧 那十五节里面说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戴谁就恩戴谁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 是使徒保罗 在他的受圣灵所启示的 他的这样一个辩论 辩论中间的一句话 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节说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那么他们就把这一段经文 或者这两节经文呢 给取出来 把他们给单独拿出来看 跟其他经文分开不看背景 然后呢 就把他们的核心的教义 教条就完全就 从这两节经文 单独的经文中间 引申出来 我们再往下看 第十六节说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 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是我的名 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我对这个经文 没有问题 这是神的话 我绝不会跟任何人 对关于神的话的权威 来争论 但是呢 这五点 要义的家人文主义者呢 他们就把这段经文呢 就完全给过度的 失去了平衡 完全的来扩张 扩充他的意思 然后就说说 这完全 你看这完全是 关于上帝的定义 上帝的旨意 跟人的任何的意愿 没有关系 所以这样下来 就完全是 就跟木偶 就跟木偶 跟提现木偶 是变成一样的了 这完全是有关于 神的 他的旨意 他的权能 而跟人的意愿 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那我们来问这个问题 那其他的经文 是怎么讲的呢 那其他经文里面 是怎么讲 关于这件事情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绝对不能把经文 给完全的 给其他的经文分别 然后读 单独隔离起来 来解释 我们就来看一些 其他的经文 把这件事情 给放到一个 平衡的关系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人的 人还有人的意愿 在他 罪德世面被拯救 这样一个过程中 他的角色 那这绝对不是一个 属灵的木偶 提现木偶 然后有一个 独断的上帝 在那里完全操纵 绝对不是这样一件事情 好 那么相对于这 加尔文五要义 中间的第一条 就是完全的无能力 针对这一条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你怎么样来解释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 里面的经文呢 我们现在就大家一起 翻到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 如果你有一本 红字版的圣经的话呢 这节经文应该是 以红色的墨出现的 打印刷出来的 因为这一句经文呢 是我们的主耶稣亲子来讲的 那五章四十节里面就说 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那在这里有没有 就肯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意愿 选择在里头呢 但是在这里呢 耶稣对他肉身的 这个自己的本族的兄弟姐妹们 就是这些西伯来人们 对他们说 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这就在这中间给了人的意愿 一个位置 一个角色 耶稣说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 给了人的意愿 人的意志 有了这样一个位置 这样一个空间 在我们考虑 五点加尔文主义的第一点的时候呢 同样我们也可以来参考 以西节书33章11节 以西节书33章11节 当然先知以西节在这里呢 他说这样的话 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乃是神的话 在11节里面他说 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 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啊 你们转回 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大家在这看到说 这是神说的 不是我在这 我自己说的 神说 我希望给那些恶人 给他们一个机会 所以并不是莫里纳主义者 或者是阿美念主义者 他们认为 是神给人这样的意愿 来选择 神自己在这里说的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 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在这里这个 转离 它就需要人的这样一个 自己的这样意愿 来实行出来 如果我心里面决定 我要来转身 我要来转向 那我肯定自己心里面 要有这个意愿 这个想法 然后我来转 对不对 如果我要来决定 我要转身 转到另一边 那我心里面 也要有这样一个意愿 这样一个想法 对不对 我必须心里面 要有一个想法 我必须要来做这个决定 或者是转呢 或者是转到 面向这边 或者转向 面向那边 我必须要做这个决定 对不对 或者我决定 我面向镜头 或者我决定 面向另外一边 对不对 我要来自己来决定 我要首先做这样一个决定 这样一个意愿 说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这里我们看到 以色列家转回转回 这个也是我们再次看到 需要他的意愿 需要他的意志 他自己愿意来转回 来转开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相信 约翰 加尔文 还有他的跟随者呢 他们 对圣经呢 还有对他们的信仰呢 对他们的这个信条 是非常的 严肃 非常的认真的 但是呢 他们 在他们的第一条 关于完全的 无能为力的 这一条信条里面呢 因为他们 出于他们自己 这个方便的 这个原因呢 他们就把其他的 关于人的 这个意愿 自己的意愿的 这一部分 在他们救恩中间的 位置 作用呢 就很方便的 给忽略掉了 好 这就是我们 关于 五点 加尔文主义的 第一点 完全的 无能力 或者完全的堕落 这一点 我们的讨论 我们现在 进入第二点 就是 他的加尔文 五要点 TULIP TULIP 第二点的U 字母U的 这一点 就是叫做 英文叫做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无条件的 拣选 好 关于这一点呢 加尔文主义者 他们就引用 罗马书 九章 九章第十节 到第二十四节的内容 来支持他们的 这样一个 观点 好 我们现在 大家就可以翻到 罗马书的 第九章 罗马书的第九章 我现在也翻到那里 翻到以后 我们可以 一起来看 我来读给大家听 虽然这一段经文 稍微长一点呢 但是因为 对我们的论点 对讨论 非常的重要 所以 我必须要把它 全部给读一下 好 罗马书第九章 十节 当然再次呢 我也要 我们需要指出 就是 这一段经文 是 伟大的 律法 犹太律法的 研究的专家 使徒保罗 由圣灵来 启示他之后 写下来的 好 第十节里面说 不但如此 还有立百家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运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 神 拣选 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 招人的主 神就对立百家说 将来 大的 要服侍小的 在这里呢 我要插一点 我自己的 这样一个解释 说明 当然在这里 非常的清楚 不论是雅各 还是伊扫 他们还没有生下来 所以呢 他们还没有任何的行为 来做出来 来辨别他们 哪个是选择善呢 或者是恶 但是呢 在这里呢 神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预先就知道 他们将来的行为 选择 这是关于上帝的预知 预先知道 他的预知 他的智慧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里显示的是 上帝预知 这样一个 他的属性 但是呢 加尔文主义者 却在此 把他变得 让上帝看见 非常的独断 专行 非常的 毫无原因 根由 也因此呢 就失去了 他们的公正 有失公允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 上帝在这里 讲的是 他预先知道 这两个 儿子他们将来 他们所要有的行为 然后我们回到经文 神就对利百家说 将来大的 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悟的 那当我们的圣经 被翻译成英文 或者是中文的时候 那我们再回头看 他当时的希腊文的原文等等 在这里的物呢 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现在的语言中的恨物的意思 没有恨的意思 特别是当这个词被用在形容上帝的时候 它并不是那种恶意的恶毒的那种意思 它并不是像我们在 我们的英文圣经在当时翻译 秦定英文秦定版 在十六十七世纪翻译成的时候 到现在这个过程中 英文进行的变化之后的 现在的这个恶毒的意思 并没有这个意思 在这里物呢 或者恨物这个词呢 在圣经中 主要的是来 就是不赞成 或者是不选择 不赞扬的 不肯定的 这样一个意思 而没有很大的一种痛恨恨物 非常大的厌恨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在这里主要是说 这个事物它不是你的选项 或者是不是你的选择 不是你所倾向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像这里所写到这样 就是雅各是我所爱 以扫是我所悟 在这里呢 没有痛恨的意思 而是说 不是我的选择 这个意思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然后15节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但我知道 我是在重复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 但是这是一段过度的经文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读 因为经上有话 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是我的名 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这样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呢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嘴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姚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 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 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当然我们说 神不愿一人沉沦 在这里我们遇到的 这样一个预定拣选的 这样一个主题呢 我们在后面会有一个专题 专门来讨论 在这里呢 我们是想说 神对犹太人的拣选呢 不是完全的排他性 不是完全的单单的 只拣选犹太人 当然神对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 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计划 但是呢 神同样也拣选外邦人 所以神对我这样一个外邦人呢 也有他一个自己 美好的特定的计划 让我能够得以进入到 被救的这样一个神的 神的国里面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只是用这种 非常极端的想法 这种方式来说 好 那群人他们是被预定了 会一定完全被得救 那群人他们是预定了 完全被踢出去 我们说这个并不是神自己的心意 神呢 对不论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旨意 我想再跟大家看 另外一处经文 是五典家文主义者 他们特别喜欢引用的 另一处经文 是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 好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翻到 约翰福音第15章 约翰福音的第15章第16节 这是另外一处 家文主义者 他们特别喜欢引用的经文 当然我要说明 还是他们过分 衍生了包括罗马书 刚才我们的经文 包括这个约翰福音 15章16节的经文 而把我们的主的 他的 不是原来他的意思的 他的一些意思呢 加进这些经文里面 而却忽略了其他一些 关于我们人的自由意志 我们人的选择的 这些经文 来平衡他们的神学 好 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 经文里面如此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将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还有另外一处 另外一处 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的经文 也是五点家文主义者 特别喜欢引用的经文 实际上是在 约翰福音的第17章 17章里面第9节 说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他们本是你的 这一节呢 仍然是 如果你是红字本的 圣经的话 是用红字字打印出来 是主耶稣对他门徒 所讲的话 另外同样是在 17章里面的24节里面 17章的24节里面呢 我们先来看经文 他说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哪里 叫他们看见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所以呢 家文主义者也在这里说 说你看 主耶稣来呢 他是要来向那些 已经预定 赐给他的那些人 向那些人 来伸出他的拯救的手 来拯救他们 而不是所有的人 他们说 说我就是 主耶稣说 我不为世人祷告 我只为那些 你已经所赐给我的人 而且我在哪里 叫那些 你赐给我的人 也在哪里 所以这些经文呢 就是五点加文 主义者他们 经常来引用的经文 好 那么 我们来考虑考虑 这些 来平衡 这个神学 这个很失衡的 这样一个神学观点的 其他的经文 那比如说 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你又怎么来解释 怎么来说呢 来 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讲到神 他来爱这个世界 来要想要来拯救 这个世上的人 而不是很任意的拣选 选择一些人呢 就进入永远的永生 而另一些人呢 就进入永远的死亡 和硫磺火壶里面去 上帝就是这样 很随意的 很任意的 很专断的这样来行 是不是这样 好的 我们来读一下 约翰福音三章 十四到十八节里面的经文 如何说 好 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 开始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在这里 它是指的是 十字架所说的 十五节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 人的意愿 人的自由选择 有他的 在救恩里面的位置 上帝有他 永远的旨意 永远的计划 但是呢 他在救恩中间 他同样也 给人 有人的意志 人的意愿 有一个位置 有一个角色 在这里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在这里并没有说说 上帝只拯救那些 已经被 预先宣定的 已经被 完全的锁定的 那一部分人 然后另外的 那一部分 已经被 锁定的 不拯救的人呢 就无法拯救 也不可能来拯救 没有这么说 经文在这里 还是说 神爱世人 那从 更古 从 很久的 过去的时候 神就 确定 要 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 叫一切 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他的独生子 在这里 那希腊文就是 mono gais 就是独生的 儿子 是解 因为神 差他的儿子 降世 不是要定 世人的罪 乃是要 叫世人 因他得救 所以 主义苏的话 在这里 并没有 这个意思说 好 在救恩上面 这个人 他是进了 那个人 是出了 或者说 这一群人 是进了 那群 是出了 或者 这一个种族的人 他们是 进入救恩了 那个种族的人 他们是 一定被赶出去的 没有救恩 主耶稣在这里 没有这个意思 根据约翰福音 三章里面的 这些经文 神的话 完全没有 这个精神 没有这个意思 在里头 十八七说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 好 我们现在再翻到 启示录 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 当然 在下一点 就是 就是这个 有限的 救赎 这一部分呢 就是第三点里面呢 就是下节课 我们会更多的来讨论 在 启示录里面 这一节经文 它的 它的意义 等等 但是呢 我们现在 要涉及到 这一点 第三点呢 有限的救赎 它的意思就是 就是 主耶稣 他是为谁而死的 他的救恩 是为谁的 但是目前呢 在仍然是 加尔文 主义 五要点中间的 第二点 就是五条件 的拣选里面呢 我们来 看一下 我们最后的 这一处经文 就像我说的 在第三点 就是下一节里头 我会更多的来展开 但是 目前的话 我们仍然要来读 这一节的经文 就是 启示录 二十二章 十七节 好 启示录 第二十二章 十七节里面 我们看 这么说 说 圣灵 和 心腹 心腹在这里 指的就是教会 当然这节经文呢 是接近 非常的接近 我们的结尾 圣经的结尾 那我们也看到 在这里呢 仍然是非常的 强调 着重于 宣教 还有福音 的传播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 是在亚当 被造很久 以前 就已经 完全 被 很随机 砖断的 决定下来了 确定下来了 没有变化 那我们还要去宣教 做什么呢 如果在永恒的过去 上帝已经 确定了 要 选这一部分的人 进入到永生 那一部分的人 进入到 永远的沉沦里面 那我们 还为什么要 拆拍这么多的 宣教师出去呢 我们还为什么 要参加到这么多的 赢得灵魂的 这样的 福音的 活动中呢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 启示录 第二十二章 第十七节里面说 听见的人 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 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 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这就是我们 属灵的检测标准 我 灵里面 对上帝渴望吗 你灵里面 渴慕上帝吗 我灵里面 有这样一个干渴吗 我被邀请来 那你灵里面 有这样的干渴吗 你也被上帝来邀请 那你在 你同一条街的 你的邻居 他的灵里面 干渴吗 如果他干渴的话 他也被邀请 也可以来 除非呢 你相信说 他在 他母亲的 服中 被造成 成行之前 他就 已经是 被诅咒了 他要下到地里面去 听见的人 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 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 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在 同样的 这一句话里面 有 白白的 这样一个 副词 来强调 同样 也出现了 愿意的 都 这样的 形容词和副词 来强调 愿意的人 都可以来 白白 取生命 永生的 生命的水 来喝 得到永生的 生命 好了 我们本节 神学分学领 课程的时间 就马上 要到了 那 我们再来 复习一下 我们是在 讨论 加尔文主义 他们的 五要点 分开来 一点点来 讨论 这五要点呢 他们的 首字母 可以排成 一个 藏头 就像藏头诗一样 排成 一排成一个英文的字母 英文的单词 是TULIP 意思就是 郁金香 T U L I P 当然这个词的意思 跟加尔文主义 五要点的 教义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 排成这样一个 顺序 这样一个词 比较容易来记忆 当然这五要点呢 它排的这个顺序 也是 有内在的逻辑 是有必要 就是要 有从最开始 到最后 这五个要点 而且呢 你如果 不同意第一点的话 你也就 不能接受 不能同意 后面的一点 所以他们是 贯穿一体的 那我们看了 今天 看了前两点 就是第一点是 完全的堕落 Total inability 或者叫 Total deprivity 然后第二点是 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但这中间 第一点呢 主要是讲的意思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 神拯救人的 中间的人 是完全没有 他自己的位置 在里头 下一次课呢 我们会讲第三点 就是有限的救赎 好 大家继续加油学习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一次的救赎 我们下一次的救赎 感谢观看